他让我告诉你 他爱你 佩妮的故事 嗨 我叫大卫帕克 我有过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 我看过不明飞行物 我见过鬼魂 我做了17年的临终关怀护士 我当了40年的注册护士 我想分享一个发生在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个农场长大 大概在六 七岁的时候 我的肺部第一次感染了真菌 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在儿童医院 时间很长 实际上我有一年没上学 因为我病得很重 现在有了这种感染 你可能只需要吃几片药就没事了 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 我被安置在儿童医院 我经常在氧气帐篷里 那时候 我们还没有小鼻塞 你可以直接把氧气放进鼻子里 他们会用塑料包裹整张床 然后用氧气填满帐篷 我病得很重 总之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发生了一件事 人们正在对我进行治疗 而我立刻就脱离了身体 就像我刚从床上起来 站起来 走下床 沿着走廊走 我可以看到医生和护士们 这是一家儿童医院 走廊的天花板非常高 而且走廊非常宽 这是一个古老的建筑 在走廊里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堆人 他们看起来像别针和墨水的轮廓 然后轮廓的内部就像牛奶色 就像米白色 就像七成白色的固体一样 但外部是黑暗的 脸的轮廓 就像用针和墨水画的一样 身体本身是白色的 我想说 肯定有几百个 看起来像成年人 在一个球里旋转 他们的手臂 腿 头和躯干旋转 旋转 不自然 几乎就像他们没有骨头一样 所以他们可以弯曲和伸展 而正常的人体不能如此伸展 有时头部会出来 然后向后拉 嘴巴会不自然地张开 非常宽 这些人之间没有任何缝隙 有男人也有女人 他们是裸体的 没有任何性行为 他就像完全失控一样在旋转 就像这样 数百个人 他完全填满了走廊 天花板的顶部 下到地板和左右走廊 完全是圆形的 完美的圆形 人们在旋转 旋转 旋转 这只是不断地运动 我就站在那里 盯着他看 然后 我可以看到医生走过 有人推着轮椅 从他们身边经过 但他们根本看不见他们 他们也看不见我 我不知道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但有医生和护士在治疗我 我站在那里 看着这一群人 这并不令人沮丧 这真是太吸引人了 然后一个小女孩走到我面前 她说 我们去玩吧 你可以和我玩一会儿 所以我们走到外面 这里有一根五月柱 我从未见过五月柱 后来我向妈妈描述了它 它告诉我那是什么 我们出去玩了 它肤色又黑 头发很浓密 它的头发砸成辫子 一直垂到背后 它带着一个小格子头巾 外面阳光明媚 有其他孩子在玩 但我只是和她 我们待在一起 一起玩 过了一会儿 她说 好吧 你可以在这里待一会儿 你可以和我再玩一会儿 但你不能待在这里 我想为什么 我玩得很开心 这很有趣 我们玩得更久了 有一个像沙滩球一样的东西 我们在晚五月柱 边跑边笑 然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 我叫佩妮 告诉我妈妈 我爱她 我想 好吧 当然 然后我知道的是 我回到了氧气帐篷里 我被医生和护士包围着 他们的手抓住了我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可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医疗问题 所以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处理好了 我好了 这个护士进来了 她一直在照顾我 我在那里多次就诊 我们认识她 但我本能地知道 那是佩妮的妈妈 所以当她走过来照顾我时 我抬起头说 我在和佩妮玩 我看到佩妮了 她让我告诉你 她爱你 这个女人的脸下呆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后来我妈妈告诉我 她辞职了 走了 她的女儿佩妮不见了 她在一个湖上滑冰 冰裂开了 她掉进了湖里 我猜他们发现她的尸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我很抱歉我吓坏了她 但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 让她的女儿向母亲传达信息 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能接受这一点 并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那就是我的宾死经历 但关于那团人的事情一直困扰着我 多年后 我成为了一名护士并在医院工作 我在急诊室工作 我做了17年的临终关怀服务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我又六次见到同一群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群人 但这是同一件事 成年人的轮廓 黑色的 就像黑色的水墨画 肉色实际上只是一种躲露的白色漩涡 围绕着手臂 腿和脸旋转并伸展 他们看起来非常痛苦 也许他们不是 我闭上了眼睛 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 想看看我是否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信息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痛苦 我没有感到痛苦 我没有任何感觉 以及来自他们的恐慌 我不觉得他们需要任何帮助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看到他们 我不知道那些生物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医疗机构 他们死在那里了吗 那是他们的能量吗 我给了他们能量和爱 我没有答案 如果你有任何答案 请告诉我